你們看兜兜休眠了沒 花包在冬天的時候沒有再繼續長大的話 通常它在一個月內會開花 可是它像這一坨這樣子去輕輕的去剝 它就掉了 這個就是它已經停止在生長的意思 這顆我已經超過三個禮拜沒教了 它還是胖胖的 幾乎肯定它已經休眠 這顆也是有點凹 有沒有發現 它凹得比較平均 所以你可能看不太出來 都知道說都它在夏天的時候 缺水它就會凹嘛 這個是根系有問題 所以冬天如果它還有持續在凹 凹很快的話 代表說它還沒有休眠 你就可以照常的澆水 或說前後幾天有下雨的話 天氣會比較潮濕 很有可能就會讓那個水氣激在盆子底下 就容易會爛根 我自己是前三天有下雨的話不澆水 然後看一下天氣預報 後三天會連續下雨 然後我也不澆水 所以台北啊幾乎整個冬天都沒什麼澆 我大概就是三個禮拜 或是一個月這樣周圍領一點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